我最記得有一次去正義回朗借票 有個男人說我今天媽媽生日 70歲大,我帶她來看正義回朗 我說不是媽媽 剛才你先說,客家歡是不行的 但她說我媽媽70歲大,看正義回朗什麼事 但我也很欣賞她 因為她已經看過很多次 她說帶媽媽來看一套好的電影 歡迎來到電影大道 我是今集的主持王興藍 今天請到死屍死時44的導演何爵斌 是甚麼原因令你想從事電影創作和做導演 小時候,我猜應該兩三歲 我爸爸媽媽已經帶我去戲院看電影 最記得是看成龍的電影 所以我也很喜歡看成龍的電影 說以前的電影 我也很喜歡看動作片 因為你小時候除了動畫之外 也比較容易理解的動作片 有一個紋牙 可能對電影這件事是有些幻想的 我到現在都會想起 我以前小時候看過甚麼電影 影響得比較深的一套電影 其實就是《沉默的高映》 它是懸疑的電影 有一個很有追看性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些懸疑 推理、推理這些電影 所以就開始想起電影這條路 Judy Foster和Anthony Hawkins 是很震懾的 特別是Anthony Hawkins 是一個這樣的食人博士 即是所謂的 都少少有逆晶逆斜 這個很有魅力 還有你發現原來最後 他只是在電影出現了十多分鐘 但你永遠記得他這個角色 我看到演員的演出 原來是可以令到一個觀眾 這麼入迷的 既然也讀書不成 可能這樣 不如嘗試想想電影這條路 當時也看很多電影書 發現很多香港導演 原來好像不是很熟悉的 那就更加適合了 不如嘗試這件事 但最後發現原來都是要讀很多書 還要是無限無止境 不是讀書可以學到的東西 那些東西反過來 當時未必想到這麼多很有雲大的理想 但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的行業 因為自己試試做暑期工 或類似文職 會發現那些在辦公室打字 不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選擇了開始電影 未必是做導演 但想做電影 但一定不會想做演員 因為我覺得自己太帥 我覺得自己太帥 如果不然 性格演員 即是太帥 就會搶掉你的房門 所以決定不會做演員 口齒又過分伶俐 咬字太清晰 所以也不是一個好演員的料子 所以就不做了 所以就做幕後 讀電影就真的考進了演藝學院 演藝學院時會更加明確 因為當時看很多電影 對很多導演很有風格 或者真的很想說自己的故事 即是很想拍一部電影 就會開始想讀導演這個科目 可能當時 我估計到2008、2009年 自己對社會特別發生的事情 敏感了 對 敏感了很多 還有很多事情想說 有些看法 都可以憑著影像去說 發現電影也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不只是說自己說的故事 還有一些價值觀的東西 可能是類似這樣 或者一些控訴 是想在電影表達 所以就開始 入演藝 就會想做一個電影的導演 這個也是一條比較 這一代人的路 可能以前還有紅褲子 現在每個人都要讀書才是 學院派 學院派 知識層面都開始越來越高 那時就開始拍了一個短片 叫做《筆異》 是用16米的菲林拍的 也都是最後一批 應該都算是最後幾批 APA學生用菲林拍的 很好運 這個也是人生唯一一次機會 是用菲林拍劇情的片 給你幾萬元 那你只有四天拍的 那你一定要讀得對 而且那時真的很節省 連那個人打板 走慢一點都會罵到他飛起 我覺得APA這個訓練的好處 就是他教導的準確性 以及如何節省 現在可能我們讀電影 因為有Digital 我們會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經常都是隨便的 之後畢業作品就轉了 就沒辦法了 因為資源有限 而且我拍的題材 比較難可以用菲林 即是菲林拍的話 應該是不能拍的 因為那天是拍籃球的 因為如果多射幾次球 我猜菲林已經沒有了 那是由我修作主角的一個戲 是講籃球的 入行一畢業後 因為有同學已經在做 煙腸已經做了幾套電影 很厲害 然後就開始 一畢業後 已經說 有一套電影找來 你做不做 那套電影就叫做 鬼英3D 是一套3D電影 我一出來就拍了一套3D電影 很特別 菲林就知道是甚麼 Digital 現在3D是甚麼 又想試一下 加上那個導演 叫做梁浦智 梁浦智就是 以前新浪潮的時候 一個挺出名的導演 即是徐克那一代的人 他那時都已經70歲 所以有個老導演 回來香港拍了一套3D電影 就甚麼都去試一下 就由長記開始去做 那個就是 朵衛入電影行的第一部 再艱辛一點 就是林超賢的電影 一套就是激戰 另外一套就是破風 破風就有一個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要去一些很激地 例如沙漠 沙漠的天氣其實就是 明天早上超級熱 但是晚上超級冷 你不見了那件衣服 那天那件衣服都扔在一旁 在日落之前 你不得拿回 你就大麻煩了 你真的有機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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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合作裡認識了翁子光 她認識了 就知道我可以拍一個 即是 相當的長編一點的戲劇 因為獅子山客都要 差不多40多 50 差不多44分鐘 差一半好戲 他看見我都能應付 就能應付出 他的演員也應付 也不錯 那製作能力不錯 就開始找我做副導演 他當時已經開始說 阿天 我知道你很想拍長片 我盡量幫你 用方法幫你達成你願望 亞灣2016年開始 已經開始有少許紋額 就是《正義回郎》電影的案件 剛好那時翁志光拍了《大鐵沉迷》 《大鐵沉迷》有很好的 金像獎賞有好的成績 剛好2015年還有這個案件的審訊完結 做這個項目都花了很多時間 就是去法庭做聽審 因為我們始終是做電影 我們不是做法律 法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項目 所以要做很多資料搜集 所以發現原來要讀的書更多 本來不是讀法律 最後好像要一次過讀完 當然我現在很多東西都忘記了 還給律師朋友 2016年開始開始 但因為中間你也知道 你也有份參與 《空仔事》 《空仔事》 差不多有兩年時間 要在這個項目 就跟翁志光做副導演 也有跟他學編劇 所以跟了林超賢、梁寶志、翁志光 這段時間其實吸收了很多東西 他們每位導演有他們的強項 有些人說劇本、編劇如何處理演員是好 如何執行有些人很好 我儘量將在這幾年的所有的吸收 儘量做到希望可以在自己的電影製作上 作為一個導演的起步 特別是 我都想拍文藝片 如果只拍兩位演員一間屋 拍完的電影 我都會很想試試 但我覺得 在一個開始的 career 來說 我都可以選擇 由一個相對商業的思考方式 或者先開始自己 我見到你說你嘗試去商業的角度開始 其實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你連續拍這兩部片 都是關於死亡為題材 我又不是這樣想 但剛好 因為第一 死亡的確是很吸引我去探索 為何他會死 除了他病死 特別是一種離奇的死亡 或一種不正常的死亡 會更加吸引人 為何會這樣 為何這個人本來生歐歐 但為何會離開這個世上 所以我覺得我 career 頭那兩部電影 都跟這兩部電影有關 有時是巧合 亦可能你是甚麼人 那些東西就會吸引到回來 可能只是吸引力法則 不知為何沒有人會找我拍外情片 可能也是因為吸引力法則的問題 你很喜歡思考死亡 是 沒有甚麼思考愛情 可能一個開頭的時候 你甚麼都試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路 有甚麼是適合自己拍 有甚麼原來不適合自己拍 都會看很多導演早期作品集 其實甚麼導致風也是 他未成為現在的導致風之前 80年代 94年代甚麼都拍 原來有一集開心鬼是他做導演的 原來那些甚麼白星抱起 他也拍過周星馳 審死官又有 原來是甚麼類型都要拍 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路 才有現在銀行影像 我覺得就算他現在銀行影像 他也要拍一些 再新一點的 還有他有他的風格 他也同步要拍一些單身男女 那些電影 都是一樣東西來的 我覺得是這樣 最後都是拍戲 最重要都是 都是嘗試 每次電影的製作 都是一個挑戰 都是一場冒險 如果站在一個安全區 可以選擇做文言大致 有兩套戲有不同的監製 例如正義會郎 是翁志光公司山 死詩死時44是 慈小偉 他們合作方面對你來說有甚麼不同 首先第一樣是 正義會郎 翁志光第一次做監製 因為他是一個導演 有編劇 所以他在文本製作上 他會拿一些 他做《大月常媒》和《風仔》時 或是以前其他電影的經驗 在製作上 他會跟我講創作的東西 是相對多一些的 我會問他會否太血腥和暴力 到時會怎樣 這部電影好像有點義無反顧 反而沒有那麼多商業上的考慮 相對少一點 這個題材當然是家傳戶擾 但其實也不是一個合家歡的電影 你不是那些可以整家一起看 你不會帶父母去看的電影 甚至在拍攝現場 翁志光會跟我說 不如你再大膽一點 你再血腥一點 你那件事可以再做盡一點 你先不要想這件事 不要想是否要2B 三級 我可以先做盡 當時會想 其實《回老本》已經很好 可能也要差不多2000萬 但2000萬對於三級電影來說 是非常困難的 甚至《大月常媒》的訊息表現很好 但當時的票房 也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因為沒有這個考慮 所以就義無反顧一點去做 去到《死之死時44》 因為Amy 前小為監製 她其實也是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個編劇 我接觸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有這個劇本給了我 我的參與度沒有正義會浪那麼高 因為正義是由一開始就開始開始 但今次就是Amy 前小為 和江浩欣 她一起給我一個劇本 她是一個黑色的喜劇 她那件事會比較深入 因為黑色喜劇的定義 其實那件事是來自於一個挺悲劇的 甚至是基於死亡的這件事 開始想觀眾群一定會大很多 你一定不用只想三級 還有卡士上也會再大一點 即是已經開始想找Moja 以及Ronald 相對上Amy 監製會有多一些 她做了那麼多年電影 電影監製成功失敗的經驗 會跟我說 例如這個電影不能得罪女人 因為得罪女人又會少了觀眾群 你又不可以殺狗 你殺狗又會少了觀眾群 即是會有很多這些考慮 多了很多很多 眼角大開 即是說原來另一種不同風格的監製 會有這種心態 在不同的監製身上 其實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以前做副導演 就在不同的導演身上學習 今次我做了導演 就在不同的監製身上學習 另外還有在演員身上 演員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今次我們有黃文偉 光年姐 劉剛 劉老師 這些可能在影壇打滾得再久一點 可能她差不多六七十年代 已經開始演戲 這一代演員又如何去思考 而且我這部電影也是 因為是喜劇的 我們就有很多不同派別的 喜劇的代表人物 或是不同的類型 剛才說了 《Bonnie姐》 我以前小時候看 大家都喜歡《Liku Liku》 她又是電視台 有一個很電影的演員 戲裏面還有一個 可能都頗值得我們去說的 就是其實李尚正這個人 李尚正這個人 可能大家未必那麼認識她 但其實她跟周星馳跟了很久 周星馳編劇 她有演又做編劇 這個其實是一個來自周星馳派系的演員 本來來自舞台的 有阿倫 胡麗英 你看到她的舞台做喜劇 他們兩個都非常好看 網絡的 小廚奇 現在有新的 ViuTV Edan Edan做很多綜藝 都是一個很擅長 做喜劇的演員 雖然我這次 就反過來 她做得粉青多於搞笑的演員 不同類型的派別 喜劇演員 這次又放在一起 究竟會怎樣呢 既然這個戲的戲重 又是一個群戲 又是把一大群演員 搓在一起 那個化學作用又會怎樣呢 所以我拍攝之前 除了劇本之外 那個吸引 還有演員陣容 我都很吸引我去拍攝 而在拍攝上 因為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演員的合作 所以在拍攝上 多數會看到 因為它也是一個喜劇 可能一些Y-Shot Full-Shot 會比較少想怎樣剪出來 而是演員之間的互動 因為喜劇的節奏 在現場要再調節 再精進一點 還有一些無謂的東西 就直接在現場已經不要 就不是想在剪接時剪掉 會比較多這些規模 還有那個拿捏的位置 就是可能每個演員 可能有些人的第一拍是好玩一點 有些人要再拍第二次 第二拍會更好一點 那就要想 如果這群人這樣放的時候 我應該是拿哪一下 要哪一個水位更好一點 這個也挺考功夫 我們副導演愛冊說 Toto他幫我排這些演員期的時候 就是讓我先逐一擊破 我第一天 頭幾天我只拍了Wondo他們先 我摸熟了這群演員 這兩天拍了Bonnie姐和劉老師 這天拍了Mo姐他們這一家 每家人逐一擊破 之後我摸熟了他們 他們亦有個Wondo之後 他們到真的拍群戲的時候 就會相對 我和他們之間的密切會多一點 戲裏面我看到有法國的宮廷服 然後我又想起正義回廊的時候 又有德國的軍服 這兩個處理有點相似 是為何會有這樣的安排 首先在視覺上 我覺得突然之間整個戲 好像正義回廊一樣 整個戲其實應該是香港的 你只是法庭大角咀案 我又有法單位 為何會去了德國 還有一個叫做三二戰時期的德國 我覺得那個世界突然跳得很遠 但我覺得這對觀眾來說 在視覺上是一個衝擊的 拍拍下一個表明 在房間裡突然又去了法國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我覺得電影 特別是電影 好玩的地方 因為它的影像 它的局限性 它可能一秒就是跳 等於你可以拍2001太陽漫遊 第一場戲是500萬年前 一個剪就已經去了 一個骨頭 一剪就去了 過了幾百萬年 最近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戲 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s 你覺得原來電影是可以玩到這麼盡 原來時空 空間 時間 人的身份 原來是可以玩到這麼激烈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件事 我覺得電影的界限 可以再不斷地去突破 還有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電影其實老套些說是夢 就是有夢 其實電影就是製造這件事 而所謂的德軍 德國希特拉和法國宮廷 其實又是一個夢 對於角色幻想的世界 我覺得這件事也是幫助觀眾 去理解角色 以及進入他們的心態去想 你會見到我這部戲 都有一些可能在正遙龍 都有做過的一些玩法 這部劇場是他們的老奈小劇場 所以他們會想那條絲 這樣跌架又如何 最後又跳著跳著 又去睡天橋底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在這個電影裡 我都會去嘗試做這件事 他們那些戲也特別dramatical 是呀 是呀 我特意叫他們再誇張一點 他們再玩得瘋一點 我跟Johnson 說 既然這個叫老奈小劇場 不如你撞幾個出來 他們就說 好 這次我按光了 好 你試一下吧 還有那個燈光上 我會見到是再瘋狂一點 其實小劇場也是正遙龍的小劇場 叫阿昌 我們都會想 不如我們這次瘋狂一點 有紫色 又做些影子 是完全超現實的 那一件事 當然這也是一個方案 去令觀眾去界定現實虛構的 起碼不會亂 這件事本身 我們在正遙龍也有做到這件事 令觀眾不會因為 因為我們在搞什麼 老奈小劇場 而搞到會混亂 我覺得這件事也重要 我自己就當作玩遊戲 因為我覺得特別是拍喜劇 監製和 要開心 你們當作玩 演員都會覺得大家都是好玩 那大家放鬆的狀態 他們才會做一個喜劇 才會更加防 而且你在現場會更多 你的心態會更充滿 在Ronald的服飾上 他也是從黑為主 我想這是不是你剛才所說的 關於drama的層面 即是人的層面 你會開始想說一些 你想談及的問題 例如是那些就業 香港運動員不受重視 電燈文化 婆色糾紛 論社關係這些問題 其實我未看劇本之前 我已經很欣賞 他們之前其中一個電影 不過很不幸地 這個電影是未公映的 就叫做再見UFO 再見UFO 一個比較瘋狂的喜劇 一個黑色的喜劇 但其實裏面你都會見到 很多香港人的 香港人密碼 即是一些寓意 香港人很容易明白 對 或者一些有共鳴的地方 其實這幾個角色 這四家人4加5 就跟陳漢南他們 其實這五家人 其實他們一定是代表香港不同類別的人 這幾家人有一個共同的特性 其實他們都頗自視 頗糟糕的 他們不是好人 不能說他們是壞人 但他們最害怕的是 他們有恐懼 恐懼就是他們怕陳漢跌架 即是當你的屍體在你面前 你怎樣處理它 第一 他們在想的時候 首先他們不是想 被人死了 不是想怎樣救回他們 而是想 不如將他們怎樣處理它 我們叫做怎樣推給別人 把這個東西射給別人 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 我自己特別喜歡那場戲 就說我發現了複達村 大家在想 怎樣暈過去 還有一套說法 其實是可以幫助別人 可以積福 還要感謝主屬次他們的一個複達村 我覺得這就是 我一到剪接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都頗糟糕 這也有那種荒謬感 希望可以盡量做到這個荒謬感 可能就是 這個黑色喜劇 做到的事情就是 它本身的底部就是悲劇 其實是很暗的 但在這個事情上 他們的行為 跟本身要做的事是相反的路線 所以就會有一個衝擊 這個衝擊就希望可以製造到起感 到最後他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一個控訴 我猜這個都是一個 他們壓抑了全日去處理這件事 熬了整晚衝頂 他們有壓抑 和他們對自身的身份 有一件事很想在當下爆發 這個戲都是一樣的 到最後 這裏沒有劇透 要打一個警告 最後他們去到這個平原的時候 我們都特意要設計這個平原 特意要早上鳥宇花香一點 那一刻突然很釋放 也很厲害 而且開始問題解決了 因為埋了就完結了 那時候就讓他們最後有一個 發洩釋放的位置 那個Monolog Moja的Monolog很重要 其他那些是洩份的 但Monolog很重要 幸好我們還懂得累 還懂得生氣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作為香港人 經歷了這幾年 社會的變化 疫情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懂得累 懂得生氣 這件事就是我們不要麻木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這也是我們 可能我們面對困境 面對危機 面對荒謬的時候 我們應該抱一個什麼心態 或者我們應該要保持一個什麼心態 未必是一個解決方法 但我覺得也要保持有這道 我們甚至要保持有這道火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結尾上 設計了這件事 讓那麼多角色去做這件事 戲裏面我有兩件事很記得 一個是密封鬥 一個是Kenneth將滿原造的屍體 我很想知道他們是怎樣拍的 Kenneth是否真的被你們抬 他們代表跟著什麼 其實要拿路 其實他穿的衣服是很小步 最後用特技抹了一點 有一件事最難的 就是他要做到 就是他要很長時間閉氣 他有很努力的練習 因為他很害怕 他每次都會來問我 你現在這個社會有多長 我哪個位置可以撲氣 他都會這樣問 每次拍攝了一個拍攝後 他都會看回報告 他會否有動度 會否有呼吸 還有很多時候他要開眼 他是不可以眨眼 這是對他來說極高難度的一件事 我們也挺追求的就是他那個VO 因為一頭一尾都會用他的VO去包底 因為我讀演藝時已經認識Kenneth這個演員 我們都知道他也是一個舞台演員 我覺得他講對話都是很動聽的 台詞都很動聽的 一開場演員其實有說到 其實這個風鬥是一個大家都沒有去處理的問題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用編劇Pizza的說法 就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共業 我們正常在劇本上有共業兩個字 風鬥等於共業 是這班住會 因為他們不去理他 大家就是自私 國家自掃門前說 所以是得到的共業 甚至乎整棟林海峰這個大廈 其實是由很多不同的景點構成的 裡面可能是 裡面的走廊我們就是搭景 道家其實是搭景 另外外景就是大圍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就要說好香港故事 我們覺得香港故事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的電影 其實是拍給香港人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拍給香港人看 香港人有共鳴的其中一個點 我覺得也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有社區感 我們既然 可能好像是因為幻愛的時候開始 開始也有所謂的電影場景 他們會去好麥克風 我們看幻愛的時候 突然間發掘了團門感 社區感很強 我拍《正義回饋囊》的時候 亦都想追求這個社區感 因為整個電影都在大閣嘴發生 即使真實的案發大廈 已經拆了也好 我都會盡量去回那區 我是跟回真實人物的 氣師路線圖走的地方 那個油站也好像是那個油站 我覺得社區感很重要 所以去到這個電影《死屍死時》 44的時候 有甚麼地區會有新市鎮 會建造一個單洞式的住宅 我們最後決定找大維 大維有一點食字 這個你自己想想 還有大維是沒有海的 但可以的就是河 即是城門河 但你知現在的樓盤廣告 就是吹水 明明不是海 那是海名是一條渠 又明明不是半山 又說自己半山不開名 明明在大埔 就拿了外國的山名來改 有很多這些 但我覺得大維有一個很 都幾 iconic 就是以前的水上樂園 那個摩天輪 每一次經過沙田 都會見到那個摩天輪 小時候 我覺得那個摩天輪很重要 所以就不如試試 我們就說那棟樓 就是拆了那個 因為已經沒有了 那個水上樂園 我們的水上樂園 就在那裡建了這麼大 拿了很多裡面的場景 我們在有限度的外景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拿回一些大維的特色 剛才說了 除了水上樂園 我們就特意叫CGT的摩天輪之外 我們會很刻意地拍回河流 那些不是叫河流 那些叫距 還有會有單車徑 拿回那個地方的特色 滲透到的 是的 希望到時有些場景迷的時候 又可以研究一下 大維的觀眾就會更加有親切感 我覺得香港電影也是一樣的 應該都會集中 我們也要拍本土的電影 霍本海的觀眾 我們都希望有香港的感覺 或者可能我們這次拍完這個大維之後 隔多一段時間 那個大維的東西又沒有了 亦都是一種我們社區的一個悲哀 而且每次拍完一樣東西之後 那東西就會消失了 是不是玩爛了 不知道為甚麼 每集電影大道 我們都會邀請本地電影系的學生 去收集一些問題 去問回本集的導演 我們不如一起看看 導演你好 我知道你有參與風在喜時的製作 裡面的場景、人物、道具和服裝都很多 請問你拍攝時有沒有發生甚麼難忘的事情 第一次這麼長時間在大陸拍攝 對我來說最深刻的印象 或者最痛苦的就是裏面的群眾演員 那群眾演員是很多的 而且因為我們拍片廠 而那群眾演員比我們更熟悉的片廠 我們發現每次拍攝 早上有100人 到下午時已剩下70人 然後再拍一拍 咦 又去了哪裏 為何只剩下30人 每一邊拍攝時 不斷麻影捉雞 去找臨時演員 還有他們會 最慘的是有些黏氣 站在郭富城 梁朝偉後面 要黏氣 消失了 每次花大量的時間 去找他們 還有一件事 應該叫他們不要做一件事是很困難的 那件事是甚麼呢 不要笑 我覺得這件事是超級困難 每次拍攝時 為何你又笑 你們在打架 你們是黑社會打架 你們不要笑 但他們一直在笑 對 當他發生氣時 他笑得更加厲害 可能是小笑我 所以我很問 我覺得拍戲已經這麼難 為何你們這麼不合作 你們不想下班 但剛才說 拍到下午時 可能100人剩下30人 但到收工時 那100人又會出來 這是我最難忘的 而且突然回到香港拍戲時 就覺得香港的臨時演員 和那個大隊 其實真的很好 很有質素 很有質素 很開心 可以真的見識到梁朝偉影帝級 他的片場是怎樣去演戲 怎樣去準備角色 他現場的狀態是怎樣 真是很專業 亦是一個很情感 我記得雍朝偉影帝 說他爸爸要哭 他真的每一個拍戲 他都會做到100分 他做得很好 而且他跟導演說的話 他都說 好啊 這樣 好啊 沒問題 有球必認得很厲害 很厲害 花很多時間的練琴 特別是對他印象很深刻 導演你好 請問你為何會找Lira成員Edan和Jer 參演呢 是否想要防更加保證呢 跟他們拍攝有甚麼特別的經歷呢 為何會找Edan和Jer來演 死屍死屍44 因為我也是一個鏡迷 我自己也有看他們的演出 我也有看《全家勒》 我也有看《大叔的愛》 因為我認識阿倫 阿倫也有跟我說 他們有合作 《大叔的愛》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努力去學習 做一個好的演員 他的進步能力很大 反而反過來 可能你們會看他是偶像 但其實在我生活中 我也是他一個很好的演員 我真的要批評他 是一個演員 第一天的時候 那一晚晚上 我們不斷溝通得很厲害 他怎樣演角色 怎樣做好那件事 還有他會想很多東西 在現場他有很多想法 另外Jer也是他的歌迷 我喜歡聽他唱歌 雖然這次的戲份比較少 他客串性比較多 但不知為何加上加上 副導演介紹 都來到很多天 都越來越多 當時我沒有記錯 我好像未看《阿媽》了 第二部拍攝的時候 但我知道有參與過電影的朋友 都會告訴我 Jer是這個戲演得非常好 所以我也很想跟他合作 他來到的時候 對我來說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的能力很強 他好像很自由 當然這個戲他很懂得攪拌氣氛 他跟小薯劇的法學作用很好 《玩新郎》那一段 其實他跟幾個小薯劇的成員 他們一起踢了很多想法 他跟Edan亦有踢了 我們有一段是他跟Edan在量度的 就是黃大仙尼瑪 他自己也很喜歡踢足球 他說他是大為美師 那我是黃大仙尼瑪好嗎 好啊 好啊 你們倆試試玩一下 我就覺得很有能力 就算他跟Hana的戲 雖然很短 那段戲有一個擁抱 開頭說不如試試 你們最後擁抱吧 擁抱好像在欠缺點東西 突然來到一個拍攝 一踢著Hana轉了兩個圈 又是很有趣 他想到怎樣令那件事好看 還有很有能力 所以我很喜歡Jer去演這個角色 導演你好 我想問一下作為新導演 你會怎樣說服投資者呢 作為新導演怎樣說服投資者 首先我想說 我兩套戲的投資者都不用我說服 是監製做的 監製 因為翁子光已經是自己 自己有份投資 他不買樓都說要投資正義回郎 其實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你的劇本本本身也要好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 就是你有你表演的技巧是重要的 但是你本身你的劇本也要好好 每一個戲的基本 如果你的劇本不好的話 其實你劇本不好 你也很難叫投資者去說服你 去付錢你去拍這個戲 而且亦都要合理 這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你過份天晚上行空 你第一套戲想著拍《流浪地球2》 我覺得都很難 就是你想拍這些 拍《珠萊的公園》 其實都很難 雖然對很多人來說 你第一套戲的難度已經這麼高 但我覺得起碼是一個室內劇 因為其實他要的景色都不是很多 我不是過份天晚上行空 都是個範圍之內 其實都要達到這個要求 我覺得這件事都重要 就是叫做看餐吃飯 你也要知道你的能力去做甚麼 或者是你香港市場去做到甚麼 那個怎樣回收到的成本 都要考慮 這也是我跟Amy監製最重要的 就算我們藝術創作 我都要想 就算不用想吃飯 你也要想想投資者如何想 這個也是 導演你好 現在可能都覺得 說支持港產片 好像一種情緒勒索 好像不理好還是壞 只要是港產片 就一定要盲撐 不知道你對這種狀況 又有甚麼看法呢 這件事都很多人說 你可以撐一套戲 支持一套戲 我覺得應該換一個說法 我們不要用盲撐 或者用不支持 我們可以嘗試入戲院 欣賞一套電影 看完之後你不喜歡 你便討論 你便去說 不需要盲撐 反而反而風氣應該是這樣 香港的觀眾 現在疼愛香港新一代的電影人 是特別多 現在多了很多人 例如一套戲看幾次 我都想不到正義活動 這麼近的題材 有人都看了二十多三十次 還有一件事 他們不只是 我用錢去撐 賣票入場那麼簡單 但他們做的事是 如果他們喜歡那套戲 他們會寫文章 甚至拍影片 拍YouTube影片 希望身邊的人去看 我最記得有一次去借票 有一個人去正義回朗借票 有一個男人說 我今天我媽媽生日 七十歲大 我帶她來看正義回朗 我說不是吧 剛才你才說 合家歡是不行的 但她說 我媽媽七十歲大 來看正義回朗 說什麼事 但我也很欣賞她 因為她已經看過很多次 她說帶媽媽來看一套好的電影 另外一種是畫寫文章 還有她畫圖 現在很流行 畫圖 還有畫面圖 做貼圖 這種都是另外一種 這種東西其實不是錢 不是錢 我覺得也是一種愛 因為她花時間做這件事 都是一些心血 而我們作為電影人 除了感謝他們之外 我們剛才說 我們真的做了一件事 是說香港人的故事 我們現在拍攝的電影 不是只負貿某一個地方的市場 我們真的負責香港也很重要 大家有共鳴 可能接下來的電影 我們都看到 除了《正義回朗》 其實都是一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我們都會看到 接下來的電影 好像燈火纳山 他們都是說香港的魏鴻燈 《流水落花》 這些電影都是 他們的周遊媒長更加 簡直是說香港疫情這幾年 其實都是說香港故事 所以香港觀眾會很愛這些電影 其實都有一些原因 接下來有甚麼電影計劃 其實自己都有很多想法 當然 第一 如果這個《死時44》的票房好 有些角色很受歡迎 我會希望有一些續集 即是同一條計劃 可以玩其他東西 即又是怎樣處理屍體 因為我的畢業作品 其實是叫《Foul》 是一個籃球的電影 所以經歷了其實已經十年了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候 變成一個長片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籃球 打籃球就沒有氣沒有力 不用想 到現在 因為我前陣子又回看 我問為何拍得這麼差勁 很失落 所以希望我去拍一個更厲害的版本 還有更加多戲劇的張力 或者籃球會拍得更加仔細 我另外一件很想拍的 就是《掉飛鏢》 不知為何 我《掉飛鏢》 反過來就不用練 但《掉飛鏢》有好處 其實是看他們的心理狀態多一些 都是看演員做戲 亦都想嘗試一些黑色的喜劇 這些就是再想 會不會說死亡三部曲 都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想法 亦都會再想一些懸疑的題材 或者是一些改編推理小說的題材 看看江浩欣和Peter有沒有一些好的作品 寫出來又想著拍一下 這樣的 我喜歡看看 日本的這款文字 說到我 會不會說 那這款文字 ishes 我們 也是 你 我們 去 發生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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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們 我們 就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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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這部電影的意圖 不只是為懷舊 我們面對失去的事 未必是需要著眼於失去的痛苦 反而是可以積極地想想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 重現或轉化 失去的東西當中很珍貴的部分 為何你會用《彩虹》 來寫這個故事 我認識了《彩虹》 我覺得它是一個複雜程度 與電影的製作有得比擬 原來它的藝術成分 技術成分是這麼高的 為何這麼厲害的東西 從來沒有人知道的呢 家師傅 現在每個人都說 危紅燈沒落 也越來越少 你怎樣看 反而可能是好事 喜歡做一些你想要的圖案 或者字樣 用來放在家裏做一種燈飾 這個是《彩虹》未來的趨勢 導演你好 Hello 家師傅 Hello 監製 我想問很多人說 新導演如果要拍第一部電影 首先要找一個好的監製 我想問你選導演的時候 是看他的劇本 還是看他本身導演的風格 每一個導演合作 咬是必須的 咬不是一種惡意 咬就是大家要嘗試去平衡 找了新演員 新演員在電影中學到東西的同事 我都在新演員身上 學到一些他們新鮮的做事方法 歡迎大家來到電影大盜 今天有我曾謙寧 還有我陳森堯